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说了唐朝的科幻小说《有洋杂组》中 记载的关于外星人的故事 而这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更久远的科幻小说 这本书成书于晋朝 它的作者叫王嘉 他在书中写了秦始皇和外星人的一次交流事件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秦始皇非常相信这些神呀鬼呀这些东西 甚至他还一直希望能找到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这本书写的就是秦始皇在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只是秦王嬴政 有一天他正在外面 突然间看到有一个像海螺的叠撞不明飞行物 飞到了他面前 然后在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光升高就二三十米 而且身上全是羽毛 犹如怪兽一般 这个怪人跟秦王说 他是天上的婉曲国国民 他们国家的地址 距离王母娘娘的摇尺很近 他们那里一天的时间相当于地上一万年这么长 但是他们那里空气挺糟糕的 基本上全是阴霾的天气 而他们那里照明 也不是用火 而是用一种会发光的石头放在屋里 可以照亮一整个屋子 如果把它放在水里 还能把水加热 一直把水给烧开 而且 他们那里的人 对人间的历史相当了解 无论是炎黄大战吃油 还是摇顺雨汤 和夏商周的混战 他们全都看在眼里 而秦王对此深信不疑 并且还向对方询问一统天下的方法 后来用这个人教的办法 秦王嬴政真的扫灭六国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他也成了秦始皇 可是 他只得到了打天下的方法 并没有得到治理天下的方法 所以很快 打秦朝就亡了 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 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 三统的封建王